预算35万买车 奥迪K5L和沃尔沃X760 哪个值得入手 都有什么优缺点 哪个散打件可靠 好 我们就对比一下这辆车的发动机 变速箱 还有底盘的扎实感 驾驶感受 还有车身安全上哪个更好一些 它是基于沃尔沃的SPA平台打造的 更加的智能了 并且这个车身安全上的更强了 那么沃尔沃 它在这个车身安全上 可以说在这个车里面 车骑里面 它绝对是个标杆 车身安全上 肯定是要比奥迪K5L要好很多的 包括用的这个热身钢的比例 一个强度 车身用上了膨钢 而膨钢的这个强度 是这个高强度钢的一个四倍 也就是说 每平方厘米的膨钢 可以承受10吨到20吨的重量压制 早期膨钢用在这个装甲车 还有这个潜艇 还有这个坦克上面 现在普及到这个 车的工业上 而且这个机床 车床上也在使用 而大众的K5L 它是基于MLB平台达到的 也是一个高端的平台 但是车身抢路上 也是可以的 也是合格的 但是跟沃尔沃 差弃流程比 还是差一些的 所以说车身安全上 板金抢路上 还是沃尔沃更好一些 那么内饰做工用料 可以说奥迪克亚的科技 前卫一些 做工也是非常不错的 品控的非常好 德系车的工匠精神 那么要说这两台车 谁能用到更加的环保 还是沃尔沃插心率能更好一些 沃尔沃插心率能 内饰更加的素气 简简单单的 低调奢华 但是做工很好 内饰的材料 比较环保 甲醛含量低 然后新车打开 几乎是没有什么意味的 不像奥迪这个车的 打开新车 意味刺鼻很浓重 所以说沃尔沃 它主要的是安全 还有这个环保 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再比一下发动机变速箱 发动机呢 沃尔沃搭载的是一个 横置的2.0T直喷 沃尔沃尔沃发动机 匹配一个 爱信8AT变速箱 而且匹配了48V轻混 这点是非常不错的 奥迪K5L呢 它是搭载一个重置的2.0T 沃尔沃尔沃发动机 就是那个EA888发动机 达中那个 它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售车员 小周会跟你说 我们这个有多通的选择 有低功率高功率 供应选择 表面一听 听好很人性化 其实这是这坑你 你花低价位 你只能买一个 低功率的发动机 你想我们要动力好一点 只能多花钱买高功率 这就是套路 是坑人 对吧 它不像美系车 德系 美系车 像咱们国产车 我花最低配的价钱 我就可以买个高功率的发动机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坑 那么它没有48V轻混 而且它是匹配 这个重置的 7档的144双连合变速箱 那么从发动机来讲 奥迪的动力更好一些 加速也更好一些 这点是无用自已的 变重箱 幻想效率更高一些 传重效率更高一些 那么沃尔沃这个发动机 动力相对比较弱一些 加速不那么强劲 质量也是可以的 完全会用的 变重箱而言 肯定是沃尔沃的爱心8AT 更加的靠谱 更加的耐照一些 那么发动机 如果长期使用用过 10年8年的 还是沃尔沃的更好 奥迪的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 EA888发动机 10年长期用丢机油 公里出大楼 能丢机油 如果说保养的好呢 丢机油的量会小一些 毫升能小一些 如果是毫升太多的话 丢的多的话 那就得去修理了 如果说能在可控的方案之内 正常去保养 好好的保养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跑不了这个厄运 既然是改善了很多 但是也是跑不了这个厄运的 再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熊挂底盘 沃尔沃X760 用的是前双叉臂 后面多灵杆 这个双叉臂独立熊挂 可以说是成本很高 也在面积在用占空间 优点就是说 能够防止车轮跑到处轻 能够防止刹车点头 而且操控特别好 稳定的舒适度都特别好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悬挂 这是最好的了 奥迪K5R采用的是 前后五轮杆的悬挂 操控性也是特别好的 并且两管车的悬挂 下控的壁 都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包括液压称套 转向节什么 都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这个价位肯定是非常厚道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台车的辅助配置 什么辅助驾驶 那么需要注意加热通风什么的 现在奥迪减配非常厉害 德系车型的减配都非常厉害 特别是奥迪 很多东西对吧 接触的东西都需要你划进去选择 一些基础东西应该是标配的东西 它要你划进去选择 这点呢确实它没有味 我做的好 我们再说一下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 哪个好一些 刚才说了 奥迪这个车的驾驶是非常好的 操控是非常好的 动力非常强劲 变重箱优点就是说传统效率高 但是说缺点也有 就是容易顿挫 这个沃尔沃插系轮轮呢 动力虽然没有那么好 但是舒适度稳定性非常好 变重箱呢 质量上也非常好的 但是低速显示呢 也稍稍微有一点顿挫 但是呢可调的 能在范围之内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两款车呢 品牌营养力呢 奥迪更好一些 它是一线品牌 沃尔沃是豪华二线品牌 如果是纯纯的家用呢 我认为沃尔沃插系轮轮 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竖气 喜欢那种竖气风格的 可以选择欧美风格 那如果说是 叫你个牌面 那个面子呢 你选择这个奥迪扣 而行 但是说短期使用的话 三五年美式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这台车的容易丢机油 你要是能接受这个就行 别的地方都没有啥 它这车的那个开起来操控 要比这个沃尔沃更好一些 动力更加强劲一些 那因为有开过 或者买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